电随风不转了,怎么回事 电随风按下开关,没反应,不转了,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我来告诉你怎么修理 比如这个电随风,就有点多问题 我们来试一下 像这个黑色的就是个开关 红色的就是扎热功能 你们看 一点反应没有,不转了 其实像这种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我们把这个壳子给它拆掉 这八手这里有两个固定螺丝 然后,我们就可以分离开了 这上面,要用力拉一下 打开锅 在里面,就这样子的 其实像这个问题 一般的,我们简单三个地方就可以了 第一个,就是这个开关 第二个,就是这个电源线 第三个,就是里面的过热开关 当然了,还有这个电机 不过这个电机,坏的都比较少 坏的最多的,也就是 这三个地方 所以,我们来望望表 欧木党,来测量一下 首先,来测量一下这个开关 看它是不是导通的 你们听 按了开关过后 这边就会响声了 那说明,没问题 开关是正常的 再来测量一下 再来测量一下 这个电源线有没有问题 像这边有个中线 有个蓝线 是连接到这里 还有这里的 所以说,我们就这样测量一下 导通的 也是导通的 说明这个电源线 也没问题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重点检查一下 这个里面的过热开关了 其实这个过热开关 坏的,也是比较多的 先把这个电机给它拆下来 这里面就是个加热丝 电吹风发热就是靠它的 然后我们直接把它拿出来 你们看 拿出来就这样子的 这里有紧线路 这边有一个铜片 看到吧 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边其实上有一个温度开关 就在这里 等于说,这电机缝温度过高了 这个就会弹开 这里也就是说是个触点 有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用长了 或者经常跳开 这边触点就会容易接触不良 所以导致的不通电 我们来测量一下 这边 这阵线直接粘到这边了 对吧 再往往秒试一下 你们听 没有反应 是吧 已经测量了 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说明就是这个开关损坏了 有问题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随便走个小工具 然后把它插到这个开关的部位 然后把这个触点稍微给它刮一刮 打磨一下 一般都是这里面蟑螂而引起的 好了 我们再来测量一下 你们听 就反应了 是吧 说明这个触点已经导通了 好 我们现在把全部装好试一下 你们听 下这个风就已经吹出来了 看到吧 顺便已经启动正常 轻轻松松就修好了 不用换任何零件就能搞定 就是这么简单 就会参与过来 没有 要 有